接着我们就要教所谓的感应起电 感应起电就是利用静电感应的现象 让东西带电的方法叫做所谓的感应起电 第一个就是把一个带电体靠近一个金属导体 靠近一个导体 刚才讲过会有静电感应 正负电会分开 一边会有正电一边会有负电 然后呢你去把它接地 这个上面的就是接地的符号 把接地 那么比较远的那一边 它就是不被吸引的 它就会消失不见 它就消失不见 然后再把它的带电体移开 这个时候电荷就会均匀分布 然后它就会带电了 它带的叫做异性电 就是跟以原来带电体比较 正电靠过来就会升负电 负电靠过来就会升正电 这就是基本的步骤 考试就喜欢考一种问题 画几张图 其实把它的步骤 12345写下来它怎么做的 它就是这样子做的 上面的左上角就是有一个 在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 然后呢 它电荷在那边分布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靠过来 这个图是旧课本的第二代的图 它画得很正确 为什么很正确 这里的正电有没有动 没有动 都谁在动 负电在动 负电靠过去 负电在动 我正电靠过来 负电被吸过去 所以这里会带负电 这里会带正电 这个正电 那我刚才讲法是说 正电被赶走 对不对 然后负电被吸过去 那实际上是负电吸过去 然后接地 接地的时候 我的说法是 我的说法是 正不被吸引的会不见 我就会说正电跑掉了 我就会说正电跑掉了 然后就是这样讲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我们讲过正会不会动 不会动对不对 那所以实际上发生什么事 等一下问你 那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正电是没有动的 讲课方便起见 正电跑掉了 然后就没有正电不见了 但是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下问你 然后把这个棒子移开之后 这里叫做导体电荷均匀分布 分布 所以就要把这个起电的动作就这样做完了 叫做静电感应的过程 就像这样 我们用动画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靠近 然后呢 近端会生 异性电 远端会生 同性电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吸 然后呢 用手碰一下 接地 然后接地的时候不被吸引的会消失 所以我讲课方便 我就说谁不见了 正不见了 我就说正不见了 但是正会不会动 不会动 所以等一下问你 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样讲课方便了 正不见了 不见了 好棒棒 只剩下付就可以了 这样就容易解决 但是实际上正不会动 那请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碰一下就拿走 碰一下拿走 电就 这个正电就不见了 然后呢 负还被吸引着 然后就把这个带电体拿移开 然后导体电荷就会均匀分布 然后他就带电了 那刚才靠过来的是正电 生的是负电 所以我们说 改命起电生的叫做 异性电 那性电就这样子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于是就问你刚才问的问题 我那碰了一下 我刚才的动画是说 正不见了 可是正不会动啊 正没有动啊 那到底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 考试有问过的问题 请问你这时候手指头那边 到底是谁在留 怎么留 从地面流到 这个物体 还是从物体流到地面 怎么流动 谁在流动 来告诉我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来 找一位大帅哥 你们帮没有这一号 三十五 你们帮没有三十五 二十四 二十四号 起立 哎呦 为什么变成我了 好了 不要了 来没有影片 告诉我 站起来 答案 我刚才跟你讲 真正会动的是负电 所以怎么流动 谁在流怎么流 谁跑到哪个什么东西上面 讲话不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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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白的 手的负电 手不是负电 请坐下 情况下 手指头 透过手指头 接地那个手指头 负电从地面流向导体 是负电流上来 负电流上来 负电和从地面流向导体 我的说法是正电流走 没有正电没有流走 是负电上去 是负电上去 OK 那讲正的流走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考试题目比较容易做出来 但实际上正电不会动 实际上正电不会动 是手指头上面是负电从地面流向我的导体 流向我的导体 就是他的做法 OK 最后是一个验电瓶的影片 验电瓶以前有教考试会考 验电瓶可以验你有没有带电 验电瓶可以验你带的是正电还是负电 或者同性电或异性电 但是现在基本上 客人他没有教了 让你看 让你看一下他的状况 这个验电瓶底下有两个金属箔 会分开 带电话就分开 所以靠近分开 表示因为他有静电感应 所以他底下会带电 所以就张开了 手一碰接地 远端的就不见了 所以就会合起来 就会合起来 然后最后导体均匀分布 他又会带电又分开来了 听懂我的意思吗 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带电体靠近他 然后静电感应下方会带电 就张开 手一碰接地 远端的消失就合起来 移走导体电荷均匀分布 又带电 又分开 再接地又不见 吸走 OK 就是这样的过程 就是我们刚才上课跟你讲的内容 上课讲的内容 用我们教你记住的四个方法 就可以判断 可以吗 可以